好 那这位朋友就说 请问花博士 花博士 OK 花哥你有个新名字了 花博士 如何让鸡蛋花能够快点长高长大呢 请问我们的花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好的 你好 各位观众好 这个花博士是我们这个130的小米给我 给你取的新名字是不是啊 花博士 那这个鸡蛋花其实蛮讨好的 尤其在春天一直到夏天都会一直开花 开花一直到秋天 那他说怎样能让它赶快长大 那当然是越长高一点 长快一点 花就开得多嘛 那我跟各位观众朋友特别提醒 鸡蛋花其实它最怕水分过多 所以不要说鸡蛋要让它长大 天天给它灌水 因为它的鸡它的根容易水分过多 就会跟细根它的筋就会腐烂掉 所以不要为了想长快长高就多浇水 导致思维可以加强 那大家用照顾种果树的原理来照顾鸡蛋花 放点鸡蛋花 它就会长得比较高比较快 那有些朋友是种小盆 那记得你的盆子太小就把它换成中盆 换成大盆 那用些好的培养土 适当的水分 那它就会长得很快很高 那我想这鸡蛋花不难 重点就是适当的施肥 适当的水分 那阳光 适当的阳光 大热天它也不怕晒 那时候像连续八九十度 我们好几个星期 那这种天气时你可以两天就给它浇一次水 不然普通的话可能一个星期浇一次到两次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种季蛋花的秘诀 要施肥 要记得施肥 要记得施肥 然后天气太热的也要浇水多一点 但是水分绝对不能多 不能太多 不能让它在那里烂根 不然的话也要换盆子 对不对 对 是是的 好 鸡蛋花是一个很好的花 这个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有开 好 另外我们这边现场有个留言 请问一下花哥的白果园下一次什么时候开放呢 诶 这个问的好 是你的粉丝应该是 9月9号重阳节 就是星期五 那我因为我知道很多喜欢园艺的朋友都是退休的人士 那我特别选了星期五 那我也在考量当中 也许星期六也开放 可以开一次 我会继续在电台上跟大家公布 9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 通常我家三个中文都会来两三百个人 很热闹 很多很多果树花苗 都是第四架会分享给一旦里面的听众朋友可以来 好 您刚刚说的这个9月9号是这个公立的9月9号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今天9月9号是重阳节 重阳节 重阳节 重阳节刚好也是老年人的节日 对不对 刚好中秋节的前一天 9月9号 那很好 那我们这两天都很多事可以干了 9月9号 重阳节中午 去一下百果园 下一两星期 我在电台上节目 直播节目上 会跟大家报告我们的地址在哪里 好的 OK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1300电台 我们的1300电台